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就是可以來到花蓮採訪花子 還有在我們的鏡頭長鏡人 火焰這裡 其實之前我在花蓮也有 Mountain by那個頻道上面 然後就開始關注花子的陣子 對 然後結果我發現 你的臉書很精彩 就是你常常會去玩一些 好像大家其實沒有看過的花蓮 比如說登山車啊 然後會去釣魚啊 然後或者是你們也會去潛水 這些很多的運動 然後就覺得哇 剛好這陣子就是 今年地震啊 颱風什麼的 然後重創花蓮 大家可能覺得花蓮只有派魯閣 然後想說這是一個好機會來拜訪你們 然後看看跟著你們一起玩不一樣的花蓮 所以今天這集我們非常的歡迎花子 還有博焰 大家好 我是花子 我也很高興就是Irene可以來花蓮 就是因為地震過後覺得 其實衝擊蠻大的 但是就是其實我們還是一樣照日常生活過嘛 對啊 就還是會去戶外走跳啊 然後有時候也會尋一下我們騎車的點啊 有沒有不太一樣這樣 我們其實從昨天你拿到這裡之後 好像花子的那個國宴就有帶我去 先從花蓮市區裡面 然後一路就是從市區然後到爬一個小山 七七高地 然後在這邊就有一個360度 你可以看到就是整個花蓮到海岸線 然後到後面的山脈 然後就覺得哇 這麼短短的幾個小時內 就可以從市區到山然後到海 然後就覺得這跟我想像中的花蓮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花蓮的地形就比較狹長嘛 那但是其實我們離海跟山其實都很近 所以我是覺得花蓮人很幸福啊 就是你可能你今天想要去西邊 你就可以騎單車去玩 玩海也OK啊 對 看到有人在那邊衝浪 對 就很多 或者是有一些釣魚人 他今天可能想要就是放鬆一下 我覺得就是蠻多選擇性可以玩 如果就是像我們這種西部的小孩 因為我們想說衝浪都一定要就是開車到宜蘭去 對 那花蓮他們其實一天騎腳踏車 就可以玩好多不同的戶外運動 可以喔 其實在昨天騎乘的過程中 你們又跟我講說今年就是因為颱風啊地震 其實很多地方走山啊 或者是樹林的這些倒塌 也會讓你們看到之前 就是這個自然的景觀一直在改變 我們現在坐的是哪個西亞 我們現在在米亞玩西 那這就是我們平常騎單車 就是騎完騎到這個點啦 會下來泡泡冰水 吸水 就是稍微舒緩一下肌肉這樣 對 我們現在在 他們說後面那邊有天然的SPA 對 SPA區在後面 對對對 然後今天今天我覺得這個水 它就是其實也是蠻安全 如果是小朋友來玩 現在的狀態啦 因為不一樣的時候都不太一樣 是 對 然後剛好昨天晚上就有下一點雨 昨天因為有下大雨 所以今天的水色它會稍微濁一點 但其實如果平常的話它是那種湖水綠 真的很漂亮 對 真的是這樣啊 就是每一個下雨過後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然後冬天啊 秋天 夏天 就是一年四季的樣子又不太一樣 對 我這邊有時候 植物也是不太一樣 植物也是不太一樣 子跟博焱你們兩位都是花蓮在地 就土生土長嘛 對啊 我們就是在花蓮長大 對 就是一直都在花蓮嘛 然後就後來就工作也在花蓮 對 然後就是因為也是 其實因為一開始 我是很喜歡用徒步的方式 去探訪可能每一個地方 但是因為我們的假期休息時間有限 那後來就是利用接觸蹬山車之後 就覺得騎車其實不錯耶 到一個點也蠻快的 然後可能如果說爬坡上山之後再下坡 其實這個感覺很棒 對 說到這個就是昨天啊 他們有跟我分享他們是怎麼開始騎登山車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這個故事 我其實一開始騎登山車 我們其實一開始是從小澤開始騎 對 小澤喔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抓一些蟲之類的 所以後來我的那個小澤車是後面有 博焱有幫我裝一個採 就是採集昆蟲蟲子的那個箱子 對 然後就是後來有一天我們就是要爬坡 就發現怎麼可能會爬不上去 就一直是一直是真的是爬不上去 然後後來才發現啊覺得我們需要換一台登山車 對後來就換一台一開始先換單避震的 對然後慢慢就開始就是升級 然後就也是認識一些登山車的好友 然後教我們怎麼去騎乘啊 然後可以去更多地方啊 那化電其實很多林道啊 然後有一些小徑可以騎 我們就開始探訪 探訪蠻多路線的這樣 對 因為像其實昨天還有包含今天這些 就是我們騎過的地方 有一些如果是說有人可能會說那我騎公路車什麼 我覺得那個輪胎很小 然後碰到那種石頭是比較 會比較不安全啦 因為像我們都是以登山車進出 然後因為有一些碎石路線確實是登山車的輪徑比較出 它會比較安全一點 對 也比較有那個馬力可以上大波 就如果大家想要體驗的話 那因為你們一開始想要找這個地方 有沒有登山車的資源好像就比較少 所以你們就游到高雄東南部的地方去 我們一開始的話是剛好南部有朋友 剛好就認識 對然後就約騎 我們就是去像墾丁赤牛嶺騎車 所以那時候就愛上就是那種氛圍啊騎車的感覺 對 然後後來回來之後 我們就也是自己去山上啊找路線啊 就類似這樣的路線 就覺得欸不錯耶 每一個點的地方的特色 還有一些環境啊 就是就是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野生動物 就覺得蠻酷的對不對 對 他們說野生動物有蛇 還有各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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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樣的 有啦 就是山腔啊像水路我們都有遇過 對對對 好棒喔 就是還蠻蠻棒的啦 就是都沒有人的地方就是風景真的是很好 對啊 他們也會去探一些 你們說部落嗎 就是也會 喔 部落也會啊 喝小米酒 對 就是跟著部落 然後剛好看到他們有一些活動 對 然後就是剛好也是因為這樣 我也愛上喝小米酒 就覺得真的很棒耶 他原來是這樣欸 這個味道很特別 抓昆蟲 抓昆蟲然後騎車在車上 然後小米酒這樣去 對啊 就是剛好每一個階段 都有不一樣的就是玩法這樣 對 我覺得這也蠻特別的就是可以串聯 不只是騎登山車單純的一個運動 你還可以就是到處走探 那如果在東路的話 甚至可以深入進去到部落這樣子探險這樣 對對對 然後剛好可以就是 體驗他們的一些生活啊 了解一下 然後可能就是 因為我也蠻喜歡就是農作物的 就喜歡看他們 欸可能今年是種什麼啊 種小米啊 還是種什麼啊 種小米酒啊 哈哈哈哈 那你平常 因為我看好像也會帶很多小朋友 一起出去玩 你是體育老師嗎 還是你是地理老師啊還是什麼的 我其實是因為媽媽在教美術 就是剛好跟著一起上課 那有一些小朋友就覺得 欸還不錯耶 就是很適合可以一起到戶外走跳 就也希望說他們可以體驗 就是其實花蓮真的很美 不是說你只有在家附近玩啊 你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去 可能去參訪部落啊 然後去騎一些 off-road的路線啊 體驗一下就是 我覺得這個童年就會回憶滿滿 真的 因為我看你們小朋友都會帶上山啊 然後玩旗邊 然後也會去海邊 就都有 因為我看他們其實年紀是國小生嗎 對 我們就是以國小為主 那他們的家長會去反對這些運動嗎 其實不會 就是還蠻喜歡他們跟著我們就是到處看 因為可能畢竟 放電 也是放電也是一種啦 就回家就很好睡覺就不用玩手機了 對 真的 這樣小朋友一直很親近大自然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 也是啊 就是他們也可以學到一些不一樣的 就是可能課本上面沒有教到的 然後他們也會像 因為像我喜歡去看到一些植物 我就回去會做功課 那他們也慢慢就是 就是也會受影響 他就回去會查說 欸姐姐這個種子啊 它會變成什麼啊 或是說他看到西語有哪幾種 他就會去查 嗯 或是在海邊他看到 不一樣的一些珊瑚礁 或者是像一些海魚啊 他們就會去查 那我就覺得剛好是 多一些新的知識 大自然就是最棒的教室 對對對 他們會主動去查 就是你不用逼他們說 啊你要去讀書啊什麼 他們就會主動去想要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主動的學習很好 而且我覺得如果就是他們在地玩的話 他們就會更了解在地 因為有時候像我們小時候 我印象中我最熟的在地就是 我們家旁邊的田 裡面有福壽羅這種 就是讀書的小 都市小朋友跟 就是在這邊 就是跟大自然很近 跟海啊山很近的感覺 就會很不一樣 那他們也會更了解 欸在地這邊有什麼魚 甚至像昨天我們也會說 經過什麼有什麼候鳥的遷徙啊 對 會觀察到很多東西 其實只是短短的半天 然後到今天 我已經從你們兩位身上學到了非常多 我覺得可以想像 如果小朋友跟著你們在這邊走跳的話 就還蠻幸福的這個童年 就是因為現在他們有結合像地理跟社會嘛 那我覺得你有經過這一些大自然的洗禮觀察啊 然後以後我覺得你看讀書啦 就會覺得很有興趣 就不會說就是只是一本書史版版的 他就會覺得說欸我曾經去過欸 然後我覺得對於這個科目他我會比較熟悉 會更想學習這樣 真的真的 我之前也覺得就是我們在學地理啊 或者是一些天文地理的方面 那時候還不會了解說 這個東西到底未來可以應用在什麼上面 可是後來當你去開始爬山 你就會發現欸等高線 其實你可以去判斷就是山的陡峭 或者是路線什麼 然後如果是衝浪的話你可能就要了解那個 嗯 浪的 浪礦 然後或者是欸如果颱風來為什麼會引起長浪 那些等等的原因其實跟小時候學的都 但我已經忘光了 哈哈哈 只是我覺得如果學校會這樣教的話就太棒了 我覺得比較活啦 就是可以應用 對就像我們現在今天來西邊 我們就會觀察西水的顏色 他可能就會知道說喔昨天有下了大雨 那我們今天可能玩水的時間大概要抓 就是不要這麼晚 嗯 就是有多一個判斷能力也好 對對對 其實跟戶外教育或者是戶外安全也是息息相關 這真的是還蠻棒 如果可以從小就是大家可以接觸這些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蠻棒的 那我想問就是像你們這種看這麼多的路啊 你們通常是怎麼樣去決定說 欸我要不要去騎這個林道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早期那個時候我們會想說啊 就是用就是像地圖的方式 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再騎乘 但後來發現慢慢騎乘之後 其實有些的地圖跟山進的小路 是完全有點不太一樣 喔 對後來我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就出發今天就是一個冒險的心態 就會比較有期待感 就會說好像就是我設定這個點 我到那邊就停了 喔就結束了 對對對就會比較沒有那種冒險的精神 然後那個心態上也會差很多 所以每一天出發我們就會覺得說 欸可能開到哪裡走吧 我們就看到這條路 我們去試試看 就騎了 然後就是騎到沒有路 剛好迷路 就認識一條路 所以後面之後 我們就會騎到哪 就會看到山的哪一邊 喔這個曾經我們騎過 那沒有路 那有些路還可以再探勘下去 欸覺得不錯 我們可以帶小朋友 或者是朋友來的時候 也可以再去玩一趟 對啊 像昨天你們就會說 欸這邊之前哪一條路可以走 但現在因為就是颱風過後 這邊就是可能就不能騎了 是是是 你們其實感覺就算是一樣的路 再騎一次 都還是有不一樣的感受對不對 對啊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因為假期很短 所以平常有時候就是禮拜日可以玩一天 騎一天車 所以我們就會利用這個短短的時間很珍惜 就會覺得說我們今天一定要充實騎一天 就是騎到傍晚 然後就去看一些不一樣的路線 是 像我這一次來 就有點像是一般的上班族 就是一個週休來 然後第一天我就是搭那個 然後從台北然後到這邊 其實大概就兩個多小時 就十點大大概下午一點多到 然後三點跟你們開始去騎車 然後去看 不是夕陽喔 我們就去海邊 對但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可以 就幾個小時內也可以玩這樣了 在今天我們又來到這裡 就是早上大概七點鐘 我們出發帶著早餐 然後還有一半留下來當午餐 好吃的飯糰 滿圓 滿圓飯糰 滿圓飯糰 對 昨天那烤肉叫什麼 昨天烤肉是寧靜會 寧靜會 欸很好吃的烤肉 剛好那個應景中秋 是是是 你可以大概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怎麼設計 就是昨天我們去的哪裡 跟今天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啊其實昨天 因為我會想說 昨天呢 因為可能有點山有點變天 那我是覺得海 海還蠻亮的 所以我想說那我們就去 七七高地看看 先看一下我們的太平洋 我們的海 對 然後之後我會覺得 因為剛好那個的騎乘的時間 很適合下半天 剛好騎完回來又經過自行車步道 對 就吃個晚餐 鋸個小鋸一下 對 然後再回程 對啊 就比較適合下半天的行程嘛 嗯 而且其實我覺得那個 它的升 就是升降 其實那個一般大家騎應該也都非常的 親民 很友善 我覺得蠻親民的 對 就是它其實也曬不到太陽 對 那樹印裡面其實還蠻舒服的 對然後跟那些 就不是騎在馬路上 就是有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自行車道 然後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在那邊運動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花蓮設計自行車步道 我覺得很有善 嗯 它就是等於是說北跟南 它都可以繞一圈 而且可以沿著看著那個海這樣子 對啊 就看著海 然後接著就看著部落 或者是平原嘛 就花蓮溪 然後慢慢經過鄉下 然後就可以繞一圈山回來 所以我覺得很棒 對 規劃得很好 對真的 然後今天又是不一樣的景色 我們今天是沿著溪流這樣子 對對對 剛好先經過部落嘛 然後再慢慢騎進來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坐在這邊 天然的 就是很放鬆啊 這就是平時我們 我們就是 騎完單車有時候會在這邊 就待一個下半天 就等於是 抒壓放鬆這樣 真的真的 這邊真的蠻舒服的 是啊 我覺得花蓮 目前為止看的花蓮已經 就是跟我想像中的 非常的不一樣 就 對啊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花蓮蠻多戶外的點可以玩 不單單只是騎單車啦 像 很多像 鄉下的地方 也有開一些 就是 開小型的飛機嘛 輕航機 像有些人會體驗看花東縱路 我覺得其實也很棒 對 或者是你要玩獨木舟 或者是立獎啊 踩船 其實我們這邊附近也都很方便 對剛剛鯉魚潭那邊也有 就算你沒有自己的裝備 你也可以在那邊就是租街 對啊我覺得租街很方便 或者是你要在這邊租單車啊 這附近也很適合其實 因為它有一個環潭步道 一出那個火車站就 其實就可以租 不管你是想要 機車腳踏車或是什麼 對或是汽車都很方便 而且我覺得可能因為就是 現在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來花蓮還是有點擔心 可是我覺得一路順暢 然後風景又超美的 就是因為 會擔心就是因為現在可能 有時候遇到下大雨啊 就是土石會比較鬆動 對這也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但是其實如果天氣狀況好 我就覺得 很歡迎大家來花蓮走走 就是那種輕旅行啊 慢步調的那種生活 我覺得很棒 那你們覺得就是 因為你們其實也騎了 全台蠻多地方的 也還好啦 對 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 就我們有時候騎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這邊很像墾丁的門馬 有啦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去墾丁之後 就覺得啊那個環境很棒 然後就會覺得特別的喜歡 然後回來之後就是到了 有一些的景啊 就覺得欸好像又有點那個 墾丁的感覺 小墾丁 那你們覺得就是花蓮最有特色的 跟其他的地方騎起來 會不會是你們最喜歡 你覺得花蓮很著迷的地方是什麼 很著迷喔 應該就是我們要 不管是去玩海或是山啦 就是真的很近 對那我是覺得 交通工具我覺得就是 一台單車你就可以到處騎 真的 對那你突然想要玩溪水 就很快就抵達了 是真的很方便 對啊我們今天早上出門 然後到這邊其實也蠻快的對不對 很快 簡直大自然就是鄰居的那種感覺 對啊 你甚至騎腳踏車其實就會到 也不是個問題 是是是 而且像有一些 我覺得公路車也很適合啦 因為像我們有一個193線道 它就是 它可以沿著一直騎到玉林 那我覺得沿途它也是經過很多部落 然後不一樣的一些景觀 我覺得那個也很棒 就是各種不一樣的體驗 登山車有登山車的玩法 公路車也有公路車 它騎乘的方式 真的是很棒 那你們是從小到大就是 跟著爸爸媽媽在到處玩 這種戶外運動嗎 其實沒有欸 從小就結束了 欸沒有喔 因為我們的家庭爸媽比較 不會像我們這樣可能到戶外 然後想要去探索 對那因為可能我們兩個的興趣 本身就喜歡在戶外 其實你只要放假 我就在家裡我就待不住了 我沒有辦法做一天 就是一定要出門去做一些什麼事情這樣 從小就開始探索這樣 我其實從小就是蠻喜歡在外面的 就沒辦法 就是你說叫我在家裡要待一整天 我受不了了 或是看電視看一整天 會是欸 我就覺得欸放假了 我就是要走出門 我就是要去哪一個地方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直到現在你們開始 就是你們平日工作 但是假日你們會安排時間 就是到處到處騎腳踏車啊 探索啊這樣子 其實平日我們也會騎啦 就是夜騎的方式 我們就是 我們會夜騎到山上啊 看夜景啊 或者是我們就會 自己買宵夜到山上吃了 然後吃一吃就騎乘回來 就等於也是 欸有一天也有運動到 不是說只有 我們就是一到五就只能工作 然後就不能動 但是我們幾乎每天 我們都是在運動 就是晚上我們會騎乘腳踏車 然後到處run啊 可能就是市區繞了之後 再繞到山區 就而且有運動到回來 其實這樣也比較好睡覺 就有運動這樣 就有運動這樣 只有在歐美國家才做得到 你知道嗎 喔真的喔 因為我是覺得 運動就跟吃飯一樣 就是你每天都一定要去做 我覺得這樣身心靈也比較健康 對對對 然後而且我自己也很怕 自己身材變形 所以我就覺得 不是因為我是蠻喜歡吃的 所以我就也會擔心說 可能一直吃一吃 然後你都沒有動 萬一身材走樣其實也很可怕 所以我就會覺得 每天就是下課後啊 然後下班 我就覺得一定要動一下 對我們其實 下課後我們就利用單車的方式 去找吃的 吃完之後就可以到處騎車 然後再回來 那你們覺得就是 像那個颱風跟地震過後啊 你們到處去探索的時候 你們會特別注意哪一些點嗎 會啊 因為像現在土石 土石鬆動問題很嚴重 所以那時候地震的 幾乎那一個月啦 其實不太敢跑山 就像連這邊我們也不太敢進來 因為雨震很多 對對對 所以後來但是慢慢的 平緩之後習慣了 我們還是保持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 對那就是可能 有山壁有落石 我們就會稍微注意一下 快速通過 對那其他的部分 我們去探看之後 我覺得好像 就變化的我覺得更原始了 現在大家做花蓮式淡季嗎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來探 就是來花蓮玩是不是更棒 就是 我覺得少車也是 然後比較不錯 對啊 因為像我們剛剛騎上來那條路 你說平常其實這邊是滿多人 會來玩溪水的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大家想要來玩花蓮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也是一個 蠻不錯的時間點 我覺得不錯耶 而且有補助 對啊有補助 現在有補助房租嘛 然後我覺得像 可能有一些套票好像有結合 都為什麼台灣好行還免費 可是我是覺得還不錯 就到一個點 然後你也不用說自己 可能又不知道路在哪裡 又要用Google導航 那就你就讓巴士帶著你走 也不錯 就是玩法有很多種 對啊 其實你也不一定就是想說 欸我開車過來很長途 像我就是一個 不是還會喜歡開車的人 所以我就用大眾交通工具 搭火車過來到這邊 然後再搭配兩輪這樣子玩 對對對 或是銜接巴士也很好 對 我還沒試過巴士啊 但是 但是它也是沿途停到滿多點 因為花蓮其實滿長的 很長 就是因為我們有分山線跟海線嘛 像夏天的話真的是 我覺得像我們就會去到 十堤坪潛水 那邊真的是很棒 它除了可以爬小山單面山啊 然後它的像浮潛啊 或是水費 治潛我覺得都很適合 對 因為那邊的珊瑚礁群其實很豐富 對 你這次的主題因為是登山車 所以我們沒有去嘗試浮潛什麼 但是其實水 因為靠山又靠海 所以其實玩山玩海都都是可以對不對 都可以都可以 對 好棒喔 那你們覺得說就是 你們住在這裡 然後如果有很多外地人來的時候 你們通常會怎麼推薦他們去玩 如果說是一天好了 一天的話行程會怎麼安排 一天我可能會跟他推薦 他可以先 可能他會租機車吧 可能會比較方便 他可以就是先到比較南端 像玉璃婦璃那一段 對 那因為我覺得那個金針山 現在就是剛好金針山 對 我覺得還不錯 就可以騎車上去啊 騎車上去 OKOK 可以可以 騎機車其實蠻方便 像我們兩個就是都是 踩人力車上去 小拉車 對 就是然後我們上去之後 像六十十山那邊 還有一個小百岳萬人山 就可以爬一座百岳 那個小百岳它也是景觀很好 對 它可以看到對面的山景 哇 哇 我現在就在想像 如果從金針山那邊騎腳踏車下來 那個景色應該很壯觀對不對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哇 金色的花 金色的海啊 應該也是說 每一年四季上山跟下山那種感覺的景觀 是不一樣的 哇好棒喔 對啊 那博焱要不要來分享一下 你的那個最喜歡的 花蓮最喜歡的點好了 對不對 要不要我來轉過來幫你 換我幫你錄 最喜歡的點嗎 就是這裡啦 因為你們兩個都在這邊 因為我最喜歡這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這個太那個 夏雪嶺無白 哈哈哈哈 領獎金領獎金 對 其實這趟火焰幫我們拍滿多很美的照片 我覺得那些都 就是後面的景色我覺得真的是滿壯觀 像昨天那個雲跟那個會有你說那種斜側光嗎 嗯斜側光 斜側光那個下來的時候很像聖光 那個遠遠的可以看到縱骨 然後又面山面海 我覺得那個景色真的是 哇我之前我自己還滿震撼的啊 對對對 就覺得這個地方好像不是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可是這個其實就離市區才這麼近的地方就可以玩 就我覺得很多時候其實大家可能是不知道這方面的資訊 或者是覺得說欸這個地方不好抵達 但我自己其實也覺得說欸其實還滿容易的 對啊就是很輕鬆 對但因為這邊大自然資源滿多的 你們也可能會看到就是之前有很多遊客的時候 常常會遊客會忘記把自己的東西帶走啊什麼的 那我覺得如果要就是永續的可以玩就是去整洗這邊的大自然 讓每個人來的時候都可以看到這麼美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希望大家帶什麼來就帶什麼走這樣子 也是啊因為像我們本身自己就是 因為畢竟不喜歡穿到垃圾那麼多啊 對所以就是到哪裡我們垃圾自己就會打包會帶走 就是也是希望就是每個人來戶外大自然的地方都是這樣子 對對對 愛惜一下這樣 對啊不然就滿可惜的 因為還是因為這些地方對你們來說是每天 或者是你們幾乎很日常都會來到的地方 對啊如果是大家來的時候是一個觀光客 但是對於當地人來講說這是他們他們常常會來的地方 他們不希望就是來看的時候就可能會有垃圾什麼的 當然很多時候也不一定只是觀光客所帶來的垃圾 喔對啦就是因為我是覺得應該觀念就是自己自己要做好啦 就是你到哪裡然後就是保留他原來的樣貌就是不要想說為了貪圖方便 真的 對啊 對因為你想要來這邊考慮你下次還可以再來 但你再來的時候你也希望它還是這麼冷的 對啊它要貌還是很自然的很乾淨 那我們今天下午等一下還會繼續去哪裡呢 下午可能就會帶帶你到可能我小時候就是我童年都會在那邊玩的地方 然後那邊有一個平地森林然後可以騎車 對 然後小時候就是在鳳林長大 對就是很多回憶啦 所以就很喜歡在鳳林這個曼城地方就是一直去探路線啊騎車 對然後看看就是有時候不一樣的季節的植物它的生長過程 我覺得很棒 有時候會說你是第一老師嗎 這個野頭那個野頭 沒有啦因為剛好我們就是在這邊長大 所以對於有些事情會去比較了解嘛 然後可能會也會去查一些資料啊 就是自己也想要了解一下 對 可以分享 真的是蠻棒的在花蓮長大的小孩 然後就會享受很多這種自然的資源 但是前提也是你要自己去探索 也是然後就是自己也我覺得也是要勇敢啦 因為其實我常跑後來也是遇到一些蠻奇怪的事情 例如說可能我曾經被蛇咬啊 我曾經被胡蜂咬 這個其實然後常常摔車我其實常都坐 沒有看到他前後犯的那種 都遇過 對啊但是我就是因為很愛 所以我受傷了之後我還是會常跑大自然 對啊因為像被蛇咬的那幾個月啦 就真的都只能坐在家裡 然後都不能出門 就心裡就很悶 那自己也會反省 就覺得說其實我們出來戶外啊 自己要更謹慎一點 嗯 然後不是說都是別人的問題才會我遇到 其實我覺得自己也要特別注意 可能遇到像天色暗的這種狀況 我自己可能要知道說 欸我要留意一下 對啊 所以不是只有單方面就是啊 我要出去玩啊 但是我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會讓我更更進步就是 我又多上了一課 就是可能會注意四周圍可能有蜜蜂的狀況 或者是常常哪個地方如果是有蛇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這樣 其實很多也都是經驗的累積對不對 對啊對啊 當然就是也不是說真的有去上課什麼 教練課什麼 對啊我覺得真的沒辦法上課欸 大家自然教你們然後經驗累積 從犯錯誤 從錯誤中又成長 對啊就錯誤中學習 每次都是經驗 所以我就常常會跟小朋友說 我說錯誤沒有關係啊 我覺得錯誤就是你學習啊 你才會知道說欸下次我可以調整更好 而且覺得你們很棒的一點就是 你們除了自己擁有這些經驗之外 你們還會傳承以及分享 所以有一些車友也會來到這邊 找你們一起騎車 比如說我 對其實我們蠻多中部南部的車友 那甚至可能有家庭啊 我就覺得哇好開心喔 就是欸可以帶你們一起來花蓮玩這樣 然後我們曾經遇過車友是還有帶就是自己的爸爸媽媽 我們就一起騎乘喔 我就覺得那個畫面好溫馨喔 我就覺得全家人欸 連爸爸媽媽也可以玩這樣子 連爸爸媽媽也一起來騎登山車 我就覺得很棒 就是全家河崖大家都可以玩 大小小都在騎車 然後就我們就帶領他們就是騎自行車步道啊 然後到處看啊 就是看他們平常可能沒有辦法看過的景 一下看海一下玩山 他們就覺得哇很棒 花蓮是真的很可以很親近大自然的地方 像昨天我們昨天在開玩笑他們就說 到時候我們去桃園找你玩 玩很快速的閃電說我到底了不了解我自己的家鄉 因為我們其實很少開車往北 因為路況現在這樣子就真的比較少開過去的機會 但是我們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去外縣市 欸北部多看看多騎車這樣 但我覺得很了解在地像我們昨天騎腳踏騎到一半 就有遇到那個重機騎士從高雄來的 喔對 他們問就前面有什麼你們都可以對答如流 然後我就覺得哇太厲害真的是真的是在地人 就是會問他們就是會 欸他們的需求是什麼啊 就會幫他們就是打理好 像我們朋友來花蓮住宿也是 或者是要玩 我們就會稍微問一下你可能想要玩的方面啊 對 或是你想要住的性質啊 我們就幫你打點好這樣 對啊我覺得真的蠻棒的 就是我覺得這一趟來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了好多就是從山到海 然後現在又寄到然後坐在溪流裡 對啊其實很冷欸 對啊 有點冷有點冷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真的蠻棒的 對啊 就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啦 就是要來花蓮玩 其實我們都很樂意 欸其實你想要玩的點你想要玩的性質 我們其實很多幫你規劃 然後你可以參考看看 對 就是其實花蓮很多地方可以玩啊 像我們還有玉山國家公園啊 像我們還有玉山國家公園啊 如果有真的棒啊 我覺得很早上爬山爬到裡面真的是 對像爬山也很適合像瓦拉米步道啊 或者是我們之前有去那個巴通觀月道 有一個陸名吊橋 那裡真的很讚 對 對啊 今天真的非常的謝謝就是花子還有 國燕 國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在這裡 他害羞不入鏡頭這樣 對對對 但他其實很活活 我跟你說 對 我們真的非常謝謝今天兩位可以帶我們來 那我們要繼續就是探索我們的花蓮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如果花蓮那邊可以騎腳踏車 你們也可以搜尋就是 嗯 花蓮也有MTV這個頻道 然後大家去玩的時候也別忘了就是要 把垃圾自己帶走 然後要小心自己的安全 騎腳踏車那個安全帽什麼的 其實我們也都 對就是安全裝備要準備好這樣 對 然後如果有問題就是先了解 你要走路線 嗯 不過因為他們是在地人也很了解這邊 如果你不懂的話可能自己也要先做一下功課 對 但是就可以很享受這邊的大自然 對啊 非常謝謝兩位 我們歡迎大家來玩 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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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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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